就因為他和我同時間都是行政會議的成員 所以當這件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已經是為了避嫌 亦都是根據以往一向的做法 授權現任的刑事檢控專員 是處理這件事 我作為律政司司長 是確保在處理這件事上來講 那個程序絕對是大功無私 我們會把我們努力的 等我